中国发现1.6亿年前的恐龙新物种,羽毛成彩虹色,对小小蜂鸟管用的,对恐龙肯定也管用,难道不是吗?根基一样大小,脖子毛茸茸的,这家恐龙样子是不咋的,但凭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加上一抹绚烂的色彩,它就能找到交配对象了。 近日,科学家就在河北省发现了这样一头恐龙,它跟那类似,生活在1.6亿年前,经初步分析,这头恐龙的头部,景象和胸部富有彩虹般绚烂的羽毛,被发现于1月15日发表于《自然通讯》杂志,从中可见,侏罗纪时期,恐龙物种的丰富程度,或许超乎我们的想象。 这具恐龙化石,是河北省一位农民发现的,出土石保存完好,是近几年少有的激动人心的古生物学发现,这头恐龙学名聚集彩虹龙,聚集一位巨大的鱼管。 显微分析显示,其羽毛内有色素体的残余,这种细胞性可指导颜色变化,不同形状的色素体,可以使羽毛呈现出不同的颜色。 而聚集彩虹龙羽毛中的色素体,类似于今天我们见到的色彩斑斓的蜂鸟,这种恐龙的头骨既长又窄,类似于驰龙,跟其他类似鸟类的恐龙迥异,上图中的比例尺为一厘米。 科学家无法精确复原羽毛的色彩图案,但他们认为彩虹色的可能性较大。 研究人员认为,聚集彩虹龙全身富满羽毛,至于飞行能力,他们就有些怀疑了,其羽毛的作用似乎主要是保温之类,它有可能是靠两腿行走的掠食者。 其头骨,羽关和牙齿,都令人联想到驰龙,猎物有可能是小型哺乳动物和蜥蜴。 在这一发现中,最受瞩目的就是那抹色彩,对现存鸟类而言,血烂的色彩并能不带来实质性的好处,只有交配石除外,就像熊孔雀会有色彩斑斓的羽毛,来吸引此孔雀,聚集彩虹龙的羽毛, 应该也有类似的用途。 纳米结构分析,形状多样性纳米结构分析,形状多样性聚集彩虹龙的系统发育位置。 一方面,它有跟性选择有关的与关,之前,这只在更早期的恐龙中发现过。 另一方面,我们又是首次发现,跟鸟类一样的信号或展示机制。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地质科学系教授,论文合着者朱利亚克拉克·Julian Clark表示, 彩虹龙的名字固然可爱,但它的科研影响力不可小觑。 对研究团队而言,下一步是要确定,彩虹龙的外形是哪些因素作用的结果。 团队将试图确定该物种的各种性状,在多大程度上是得协同进化的,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进化的。